方回和陈旋在路上遇到了一群小流氓 两个人都挨了一顿打 方回突然意识到 这背后并不那么简单 方回崩溃了 陈旋 咱俩 还是别在一块了 陈旋死死地抱住方回 不 不成 你肯定是生气了对不对 我不敢跟他们打架 我下次再也不这样了 我发誓 发誓还不行吗 我不分手 死也不分 陈旋也哭了出来 在男孩子还能尽情流泪的年纪 他因为害怕别离 而泪流满面 不是的 你也看见了 不是你不好 是我 今天这些人 肯定是冲我来的 要不然 也不会这样 不可能 陈旋紧紧紧地抱着方回 不让方回有一点挣扎的余地 你一个女孩 爱着他们什么了 那帮人就是流氓 我保证 以后绝对 我不去招惹他们了 你没看见吗 他们不是三个人 刚才他们下天桥 就有一个人过去说话了 那个人我认识 他也是李赫的朋友 他以前总和海滨他们一起玩的 陈旋你还不明白吗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好好在一块了 你最好的朋友不愿意再来好 我也不愿意和他们见面 我们谁都不能妥协 就算我妥协了 那也没有用啊 看见你这样 我受不了 真的受不了 方回说不下去了 他趴在他最喜欢的男孩肩膀上放声大哭起来 他害怕 他也不解 他觉得自己已经非常用心的去喜欢陈旋了 他也没有做一点对不起陈旋的事情 可是最后却还是变成了这样 汤海滨是吗 那咱们以后不见他们了 纸和赵燕 乔然 家莫一起玩 我们好好念书 考外地大学 我离开这边地方 远远的 行不行 方回 我不和你分手 求求你了 我喜欢你 我不想分手 真的不想 我 我也喜欢你 特喜欢 特喜欢 我也不想分手 那我们不分手 永远也不分 陈旋牵着方回的手 一直走到车站 他走得很慢 总停下来看看方回 方回的眼睛哭肿了 他拿手挡住自己的脸 看什么呀 好寒碜呢 一点也不寒碜 一天也不寒碜 方回 没事 方回 干嘛 没事 方回 你怎么了 我就是教教 我特爱听你 答应我那事 啊 车 车来了 你上吧 晚上我给你奶奶家打电话 可是方回 可是方回却慢腾腾的没怎么动 陈旋纳闷地看着他 方回脸红了 你 你再陪我一趟吧 我也挺爱听你叫我的 陈旋肿胀的脸颊上 展开了一个大大的笑容 方回 哎 他们就这样来来回回 等过了四趟车 天都渐渐黑了下来 陈旋突然窜了起来 哎呀 糟了 怎么了 听听 还在存车那儿等我呢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我得赶紧找他去 晚上 晚上我给你打电话啊 嗯 你快去吧 方回其实也想得到 虽然陈旋答应说 以后不和他们一起玩了 但他和唐海斌他们 是从小的交情 怎么会那么轻易地就舍弃掉呢 在澳洲的那段日子 因为要省电 所以我和方回晚上都不开灯 为了避免两个人面面相去的尴尬 我就一直让他讲故事 在黑暗中 我摸索着杯子问 哎 那 他那时候真哭了 嗯 哭了 啊 小心 别碰右边 方回的夜市能力比我好 及时阻止了我把 欢欢遗留下来的杯子 扒了到地上 避免了他粉身碎骨的命运 我赶忙把那个小熊杯子 小心翼翼地挪到柜面中间 继续问方回 你喝水吗 不喝 你别弄了 喝我也自己去倒 你破坏力太想汗了 你都催了多少个杯子了 哎 你在乎谁呢 我不就有点一芒症吗 你还不允许我这么优秀的 二十一世纪新好男人 有一丢丢 小缺点 没有 要不 还是开灯吧 我再想想办法 要是没有我的事 你也不至于这样 瞧你 又见外了不是 你说这人生四大喜事 九汉冯甘露 他相遇固执 洞房花烛夜金榜提名时 咱俩怎么着 也沾了其中一条吧 所以你别跟我客气啊 告诉你 谁要阻止我健义勇为的 帮助落难老乡 我就跟谁急 我赶忙插磕打混 说实在的 也许有点犯贱 我生怕方回自己想折去 跟他一块受苦 我乐意 你就贫吧你 你再坚持坚持 好日子离咱们不远了 嗯 我虽然嘴上硬喝着 心里却不这么想 我是巴不得能和他多待些日子 接着说 没想到陈寻还挺多出善感的嘛 动不动就掉筋豆啊 不是 他也没哭过几回 我小学毕业以后啊 就没哭过 但我觉得 能哭出来挺好的 至少能让人知道 到底是高兴了还是难受了 你想想 要是两个人在一块 没得哭也没得笑 那我估计也到头了 还是小的时候好 你看 现在人长大了 一个个的都猜不出喜怒哀乐了 没劲透了 方回淡淡地说着 我知道他其实是在维护陈寻 我也承认 长大的我们多少都在伪装 不愿意轻易透露悲喜 云云众生恨不得都一个样 但我心里还是挺别扭的 我有点嫉妒 在那个年纪 可以抱着方回痛哭流涕的人 方回可以使劲地爱 使劲地伤害 而我却连保护都遮遮掩掩掩 不敢明说 我一边暗暗中骂着没出息的自己 一边继续问方回 那后来呢 后来啊 方回轻叹了口气 娓娓地讲了下去 那天回家之后 陈寻还是没憋住 给唐海斌打了电话 他一上来就气急败坏 劈头盖脸地问候了 唐海斌的祖宗八倍 把唐海斌骂得是直发懵 好半天才弄明白 他说的是什么事 真不是我干的 要我安排的 我就是孙涛孙子 你还全天机前几名呢 脑子进水了 你好好想想 我就是再不待见方回 也不能连你一块收拾呀 陈寻愣了愣 他一琢磨 也对 唐海斌说到底是为了他 不可能连他都烧上 但嘴里还是不依不饶的 没准你没跟人说清楚 他们就连我一锅端了呢 也没准你孤一时的苦肉计 要不然谁没事 跟我们俩学人过不去啊 方回说了 他们还有同伙 在天桥底下蹲着等他们来着呢 他认识 以前啊 就是跟你们一块的 唐海斌一下子火了 我要那么有心眼 当年也上午中了 还至于现在这么晚晃吗 你怎么不想想 是不是你那个长了毛 比猴儿爱静的方回 栽赃我的呀 我看你是彻底让他给迷住了 不可能 你那是没看见 今儿我俩都什么样了 哎 等我想想啊 哎呀 没准是耗子干的 他在那边混 等我问他 敢动你 我连他一块灭了 唐海斌怒火中烧 电话那边喀啪一声 不知道他掰断了什么 那倒也不用 但是你一定得告诉他们 让他们别再来找方回麻烦了 这次是当着方回的面 下回我绝不跟他们客气 爱谁谁 我豁出去了 得了吧你 你能怎么着啊 少给我来这套 告诉你 你给我踏踏实实念书 当初你上了午中 你妈多高兴啊 挨个儿给老街坊打电话报喜 还让我妈记过抽了我一顿呢 要因为这事弄过处分什么呢 我看你怎么交代 你放心 要真是他们干的 我肯定不会让他们再招惹你了 但是啊 陈寻 我还是那句话 这事的本质在方回这块 不是我能保证怎样就怎样的 你也知道 当初李赫啊 不是就我一哥们 这件事也不是就我一个人耿耿于怀 所以要我说啊 你还是和他分手算了 你条件这么好 是金子哪都能发光 还害怕找不到比方回更好的 他也顶多算个一般人 还有钱科 我就奇怪了 你看着他什么了 去去去 你别再跟我提这事了啊 我还奇怪你们呢 都什么年代了 真当自己刘关张了 又不是过命的哥们 还成天琢磨着两肋插刀 报仇血恨呢 有本事 你找捅人那个去啊 跟一女孩过不去 算什么本事 哼 迟早有收拾那人那篇 他跑不了 至于方回 还就不能说 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年李鹤在校门口蹲人 他比谁都明白为什么 但他一次也没拦过 连劝劝都没有 后来人死了 倒是比谁都跑得快 这种女的 也就你这种缺心眼 当个宝 白送给我都不要 滚蛋 不跟你说了 跟你说不明白 反正 我就是喜欢他 不管谁欺负他 我都不答应 挂了 陈寻摔掉电话 回屋羊躺在了床上 他很生气 却不知道 到底在生谁的气 大家好 我是匆匆那年的作者 九夜回 匆匆那年 是一个关于我们 80后的故事 是北京四九城里 辗转流年的事 从1998年到2008年 光阴的异彩映射着 一件模糊的少年面庞 让我们重回纯真年代 一起度过属于 我们的匆匆那年 在带着血腥味的生日之后 他们又回到了 寻规岛具的校园生活 虽然又要早起 穿校服 写作业 考试 但是方回却很喜欢 过这样的日子 踏踏实实的 不必害怕侵害 毕竟在学生时代的 生活也好 恋爱也好 并不是那么风花雪月 更刻铺铭心的 是每天相依相伴的感觉 所以开学那天 方回的精神特别好 他满脸笑容的 和每个熟人打招呼 如沐春风 乔冉走到了他的身边 怎么那么高兴啊 我看全班就你最开心了 那别人都盼着 多放几天假的 方回一边收作业 一边笑着 是吗 开学也挺好的呀 不是每天又可以见面了吗 也对啊 那天练完舞 你跟陈勋上哪儿去了 我们还说一块吃串去呢 后来怎么也找不着你们了 我有点事 你帮我数数本吧 那咱今天放学去吧 估计今天没什么作业 二十二 二十三 你那边多少个 二十个 怎么少俩 我再数一遍 我都刚才数过一遍了 看来就是少两本 谁没交暑假作业呀 我我我 等会儿啊 马上就好 赵燕举起手来 林家墨在他旁边 焦急地催促 快点 快点啊 方回和乔冉走过去一看 发现赵燕正奋笔急疏地 抄着林家墨的作业 乔冉笑着说 我一猜就是他 每次都这样 线上叫线扎耳朵眼 家墨 下回不接他 不关他的臭毛病 哎 乔冉 你真不仗义 快写 林家墨一巴掌拍在赵燕后背上 委屈地说 我哪知道他差那么多呀 下次再不接他了 是得快点 一会儿啊 侯老师就来了 哎 乔冉 刚才我和方回说好了 咱晚上一块吃串去 好啊 哎 不过咱别吃串了 我都腻味了 咱们今天去吃麻辣烫吧 麻辣烫 是火锅吗 那多费事啊 不是涮锅 也跟串似的 不过是放在锅里煮的 味儿香 你去看就知道了 陈寻从班门口跑了进来 往赵燕旁边一坐 哎 诶 赵燕 还抄呢 快点快点 侯老师来了 我刚从那办公室里出来 哎 写完了 哎呀 我手腕子都快折了 怎么这么多啊 林家墨瞪了他一眼 活该 早干嘛去了呀 哎 放回 把我们俩错开 别放一块 答案都一样 一看就是抄的 哎 累死我了 今儿放学 我得好好吃一顿 吃 吃什么去啊 麻辣烫 家墨找的地儿 刚商量好 一起啊 没问题 陈寻笑了笑 掏出课本做好 放学的时候 这几个人 痛痛快快地 收拾好书包就走了 方回没骑车 陈寻带着他 陈寻新买了一个索尼的随身厅 带线控的 特高级 方回拿过来摆弄 陈寻很兴奋地 给他介绍功能 方回也不懂 笑笑塞上了耳机 里面是张信哲的歌 听着确实不错 赵叶和乔然 笑话他显摆那件 不停地挤得陈寻 一路上又笑又闹得 就没消停 说到底 那时候他们也没什么仇事 当然也没有什么远大理想 天天晃悠着小日子 过得挺滋润的 所有的人也都很知足 只不过他们年纪小 不明白这是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就像张信哲的那首歌唱的 且行且珍惜呗 在澳洲的那段日子 我有时候会害怕方回消失 我觉得他是以很决绝的姿态 离开北京的 因为在这里 我从没看见他给除了亲人之外 任何一个故事中提到的名字 打过电话 这让我产生很抑郁的预感 总有一天 他也会悄无声息地离我而去 虽然我们之间也有类似于 互相依靠的关系 但是我心里仍然很不踏实 我想这可能算是 雄性生物的一种特性 对于不能盗嘴的猎物 总惦记着 可惜我不能像狮子扑铃羊一样 把方回按在我爪下 等不到也联系不到他的夜晚 我只能像怨妇似的窝在家里 抽烟胡思乱想 在心里咒骂 却又竖着耳朵 小心翼翼地听着楼道里的动静 方回进屋的声音很轻 他转动门把手 小心翼翼地放好东西 尽量不让纸袋子和塑料袋 发出沙拉沙拉的声音 然后打算再小心翼翼地离开 回来了 我在黑暗的角落里突然发出声音 我曾经问过方回 为什么叫回 他说是因为他爸爸上山下乡 远离故土的时候 时时刻刻都想着早些回家 所以生下孩子 第一反应就是回子 他妈妈嫌女孩 叫着名字不文雅 于是擅自添了个草字头 我觉得方回真是辜负了这名 明明是寄托回家的念想 但却常常漂泊在外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和这个名字有着明明的牵绊 总是让身边人想着 他回 或不回 方回没想到我在等他 有点惊讶 哪儿去了 外头 我叹气翻回的老毛病 一有事隐瞒就结巴 看来是从初中起就落下根 我还不知道是外头啊 你要是在屋里 我还用这么眼巴巴的等着吗 你也不用瞒着我 我真不是那么爱管你的闲事 也不是特喜欢观察你那点绝对隐私 只不过下回你出去什么 好歹知一声 你现在不是一个人过 再怎么着也该有点自觉 这么大人了 不懂什么叫互相照应啊 我天天后累的 你就甭让我再操心了 行不行啊 方回没有说话 他静静地站在那里 身体明显有些僵硬 我想自己可能说话说重了 但是我是真担心他来着 这丫头太愣 心眼直 不懂回弯 还特别固执 把他扔谁那儿 我都不踏实 挺累的 先洗澡去吧 还在我这屋 替艾巴省点 我走过去拉方回 他毫不犹豫地拍掉我的手 然后自己却有些呆住了 我们好像都在状况外 一时气氛是无比尴尬 我很清楚地记得 在共同生活之后 他已经不再拒绝我 所谓的目的单纯地接触了 最终 沉默被一个外人打破了 楼下的韩国密密尔小伙 来敲我们门 用很韩味的英语 呼喊着方回的名字 他站在门口 一手支着门 一腿弯曲地摆着pose 袋子 我拎的那个 刚才忘了给你 我心想 喷点发胶 穿件帽衫 你就以为自己是张东健 送成线 装什么大头算 方回客气地说 谢谢 哎呀真是啊 你还特意跑一趟 我赶在方回之前 接过袋子 一脸识相 就赶紧滚蛋的表情 处在门口 俯视着韩国小伙 那明天晚上 我来接你 我们一起去 小蜜蜜眼白了我一眼 微笑着冲方回说 好英号 谢谢你 真是麻烦了 哎 上哪去啊 我有点急眼了 那什么英号 一直对方回心怀不轨 他看不出来 我却能看出来 这天下乌鸦一般黑 我自己也有这心思 所以完全能明白 他那点猫腻 我可坚决不能容忍 在自己默默奉献的时候 被这蜜蜜眼儿抢的先机 打工 英号一服丑恶嘴脸 他完全忽视了身旁方回 努力制止他的表示 得意地继续说 我们从今天起 每晚一起打工 听到这儿 我彻底没话说 闻得不处 中间有问题 我准备了 我 Fell 我彻底有点 就是那儿 是不是 我 similar 工人 步行 感谢观看